好,我们先来看第12题 第12题它说 以一个圆点O的圆星做圆周运动的球 那它说 今天参考点是P 参考点是P,以P为参考点 再画一个XX,以这边为参考点 那当我球跑到甲乙丙丁雾的时候 请问,在哪一点它的角动量时间变化率最小? 什么是角动量时间变化率? 就是角动量的实变率就是 我们讲过很多次上课的时候 就是你的力矩 好,力矩是什么? 力矩等于R cross F R是你的 不是半径 物体到参考点的距离 这个才是R OK 物体到参考点的距离 这个才是R 只不过大部分时间 我们以前都把参考点放在O点 可是今天这一题 它说把参考点放在哪里? 放在P点 所以你看我这边画红线 就是意思是什么? 这是他们的R OK 到甲 球走到甲的时候 这个时候 R是这一段 所以我这边写R甲 现在是RD 这是RD 在这边就会有R R丁 跟R5 他问说 请问 这个时候 这一二三四五五个点 哪一边的力矩最小? 力矩除了你要有它的距离大小R之外 还有什么?F 就是它的力 请问整个过程中 它受什么力? 圆轴运动一定会有向心力 向心力一定都指向圆心O OK 指向圆心 指向圆心 OK 指向圆心 指向圆心 好 你自己来看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 红色的线是它的 就是那个木棒 蓝色的线就是那个力 OK 蓝色的线就是力 也就是我们说的向心力 向心力 那请问 哪一点的力矩大小最小? 哪一点的力矩大小? 很明显一定是比 为什么? 因为 等于你看这是 红色的是木棒 你去想想 红色的是木棒 蓝色的是力 可是我今天力的方向是指向哪里? 指向 指向 这个参考点P 所以意思是说我有一个木棒 我这样去推它 它是完全不会转的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力矩大小最小 力矩大小最小 也就是它角动量的十变率最小 你自己看哦 如果是 P到假 走到假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木棒是红色的这一条线 然后呢它的力是怎么样 指向欧点圆心 所以这个时候力往下拉它是可以转的 乙的时候也是一样 当我在乙的时候 木棒是长这样 可是我的力是往这个方向拉 所以它还是有机会可以转的 只有在丙的时候这样 它是没有办法转动的 一样在钉的时候它这样是可以往上转 有逆时针转 雾的时候也是可以转动 转起来 所以它问的是 角动量的十变率哪一点最小 答案是饼 那这一题难在哪里 难在 难在什么 难在你 看不看得懂题目啦 题目说什么 很重要的几个 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以P点为参考点 OK 测量子点的角动量 这句话很重要 意思是说 P点作为参考点 去测量每一点的角动量 以往我们在测 那个角动量大小的时候 我们都以什么为参考点 以O点为参考点 如果这一题今天 以O点为参考点的话 那它的R怎么样 甲的R就是这一段 这是R甲 E的R就是这一段 丙的R就是这一段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 每一个R都是半径大小 都是它的半径 那这个时候 请问哪一点的 角动量识变率最小 也就是说力举最小 每一点都一样小 为什么 每一点的 你自己想 R在这一边 从圆星到甲 然后呢它的力 就是向心力 指向哪里 又指向圆星 所以每一个都指向圆星 所以每一个的 力举大小 都等于0 在这里 如果我把题目 改成这样的话 每一点的力举大小 都等于0 可是今天 它怎样 参考点放在P 所以只有 丙的力举是0 所以就是最小 所以答案是 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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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